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近日就非常之多风波是关于他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年元旦1月1日 进了厂,进了ICU,深切治疗部 据闻他就要做手术 但是他做手术呢,他就想隐瞒 那为什么隐瞒呢?有人分析就说 美国国防部长他进院做手术 他不想让人知道,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大件事 因为他这么急进去ICU做手术呢 应该都不是小事的 可能是做一些紧急的手术 还有那个手术如果大家真的来试 不成功的话呢 有可能牵涉到这个 可能性命安全都不顶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 地缘政治的形势这么紧张 俄乌战士还没打完 第二就是巴尔冲突 越来越扩大 已经发展到有红海危机 所以 事后分析就说 其实奥斯丁入厂 可能他的想法就是 尽量不要让人知道 如果他告诉人知道 公告了美国国防部长 这个原则是 除了美国总统拜登之外 美国最有权力的第二号人物来的 国防部长 而且现在美军 在地中海部署了 航母群 支持以色列 整个局势很紧张 如果国防部长 入了厂调动不了军队 那会不会 这个消息放出来呢 就会令到 也门湖塞的武装部队 更加肆无忌惮 去扩大攻势呢 或者 背后伊朗啊 或者 尼巴嫩啊 伊拉克啊 等等啊 等等的国家 会不会加强 在这个 巴尔局势方面的 进一步向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 作进一步的支持 甚至会射多些导弹啊 发动多些无人机襲击啊 諸如此类啊 所以有初步的分析就觉得 奥斯丁可能他也想着自己入床 ICU可能是 一两日货仔的 做完手术就没事了 怎料呢 做完手术之后呢 其实他就 仍在休养着 到今时今日他仍在休养着 当然啦 做完手术知道自己没办法 这么快出来做恢复职务呢 那么他将那个职责呢 就是叫做 终于宣布了 喂 这样啊 给着这个副国防部长 顶住先啦 启克思啦 顶住先 所以呢 其实1月2号呢 已经开始了 他1月1号入厂 其实1月2号呢 已经是 当时有个草耳 就是说要不行啦 没有人告诉他 这样就引起呢 就有问题啦 就是其实这个 首先就是 这个程序是不对啦 那可能 奥斯丁觉得他自己 应该就很快出回来的而已 或者 也都有原因就是 可能是他这么急进入得厂呢 可能他的手术是很紧急的 就是要很快去做 都不顶 但是他瞒着 不让拜登知道 又没有什么原因呢 有人就现在事后去喘息说 其实 可能 阿富汗斯丁呢 想 盖住这件事呢 就是他自己 怕着 丢了国防部长的职位 怕着没有了职位 因为他其实上场以来呢 基本上 他的口碑都不是那么好了 最失败的事件当然是 阿富汗 狼辈撤军 撤军的时候 还要看到美军的飞机 升了上天空 在飞机上面 还有很多的 阿富汗人 从飞机那里跌下来 为什么呢 那些阿富汗人呢 就曾经 帮美军 做过事 所以 当美军撤军的时候呢 这些阿富汗人都希望美军可以带他走 但是美军就不带 所以这些人就硬 爬上飞机那里 结果升到上半空 当然全部跌下来跌死了 全部被传媒拍摄了 公之于世 美军狼辈到怎么样呢 去走 在阿富汗 搞了这么多年 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是狼辈涉军 尤其还要 带不走一些曾经服务过美国的 这些阿富汗人 这些人最终爬上飞机然后跌死 那整个 美军的仓亡 逃走 撤离 引来世界的哨柄 可以说 国防部长奥斯丁可以说是非常冒免 所以到今时今日 中国的环球的地缘政治 包括俄乌 包括巴尔冲突 包括中东局势 或者美国和沙特拉伯关系 包括南海 美国要借台湾 继续打压中国 那其实 很多的战线 美国就撩起了 但是 国防部长好像都不是 怎么样 有什么功绩可以让大家看到 所以有人分析 他说 奥斯丁不想让 拜登知道 其实都是 怕着自己 进了厂之后 连国防部部长都没得做 所以就想隐瞒 但是就只包不住 只包不住火 因为你真的进去了 和你真的没那么快就出来了 所以 这件事 漸漸就爆出来了 那华盛顿有报报 就是前晚报道 他说 五角大厦 在一个备忘录当中宣布 将审查事发时 职权交换问题 并特别关注围绕 奥斯丁住院治疗的事件 和决定 要确保未来向总统和法官 着情向美国国会 和美国公众 做出适当和及时的通报 这个备忘录 进一步扩大 未来 有职权交涉的问题 应对通知的目标范围 要通知谁呢 将来要有这样的事 你应该要通知五角大楼的总法律顾问 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副主席 作战指挥官 国军总部长 国军总参谋长 白宫战程室 和国防部长 副部长的高级幕僚 你都应该要全部通知 因为你是美国第二号人物 美国CNN也都报道了 美国现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 阿比 他在空军一号 美国总统的专机上 对记者说 我们会审查 我们认为 正如你可能预期 我们将 探究有关过程和程序 似途从这次经验 吸取教训 如果审查之后 需要作出改变 白宫将付诸实践 他说明了 审查了 如果这次有个室是谁负责呢 可能有改变 改变的意思是不是 奥师兄要下台 是不是要去炒鱿鱼 可能是这样 可能 就是阿比 这个白宫法人 预告了 他们会审查 还有如果 查到真的有人要负责 可能有改变的意思 那就是 另一方面 这个是本身民主党要做的事 共和党 共和党 更加是 拿这些机会 因为 选举 中声越来越近 共和党更加 拿这件事来 发酵 更加 想将这件事发大 因为借刺可以打击 这个民主党 就认为 这些这样的事 不应该发生 没有可能是一个国家二号人物 进了医院 总统也不知道 你民主党到底在做什么 大致上 这件事就是这样 现在都在查 而且 奥斯丁 还在疗养 还未出院 但是 这件事 可以看到 美国政坛里面 首先 你看到 共和党一见到有东西 可以抓到痛脚 立即将它了大 所以这件事 近日越了越大 第二件事就是 执政的民主党本身内部 都挺有问题 竟然有一个国防部长 是想隐瞒自己的健康问题 是怕被人撒下鱼 当掩不住的时候 公布的时候 延迟了出来 传媒就发酵 接着拜登政府就怕 懂得怕 我有个国防部长 是这样搞的 我要查他 程序不对 如果有事 有人有事 可能有些改变 可能要负责 就是整个 就算现在执政的民主党内部 好像都有一些 很不协调的 一些给人的感觉 就是党内部有问题 党与党之间 又不断有争论有问题 所以就将这件事 越了越大 相信 如果看次态发展 还有下文 应该很快会知道 究竟 奥斯丁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最后落台 都很难说 密切注视 很快知道 好 接着很快就讲 第二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很震撼 昨晚 新鲜热 央视 出了一套专辑 专辑是什么呢 是反腐 反腐败的专题影片 就是 昨晚就播出 持续法力 重心推进第四集 一体推进三不负 好了 第四集说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足球的 攀附 的内容 首先说说 中国足球前主帅 李铁 如果大家 资深 都不需要太资深 譬如我们这一辈的 足球迷 我们对李铁也很熟悉 李铁就是 1977年出生 他在2002年曾经参加过世界杯 就是21年前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都很关注中国国家队 因为那时候国家队是能入到世界杯的 近这几届入不了 但是当年2002年是能入到世界杯 我就直接 就是2002年 我就走了去 南航 我和朋友 就走去南航 因为那年世界杯 就是南航和日本 协办的 两个国家一起办的 那我就和朋友 走去南航 去了一个礼拜 那就看世界杯 看了几场 包括中国国家队 对土耳其 好像输了多少 好像输了三弹 但是我真的去捧场 不是说笑的 我2002年 我都很想看 我都很希望中国国家队 可以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就是打出一个 拼劲打出斗志来 当时李铁就是主力 那李铁世界杯之后 也是登陆了英超 他曾经在爱华顿 做一个中场主力 防中 他也是有得出的 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常规正常 所以他在爱华顿那里 传送 二传 助攻 不好的 防中 他就负责是 做工兵 破坏 都称职的 都称职的 好 很快讲讲李铁的 李铁的理力 1977年出生李铁是2002年 打过世界 余赛政赛 取得五胜二平三负 2021年12月 因为场外诸多争议 李铁辞职 2022年11月 李铁因为涉嫌受贵 行贵 单位行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贵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贵案 接受监察调查 2023年8月2日 李铁被正式提起公诉 目前仍被击押中 等待法律的最终裁决 好了 这个就是李铁的理力 好了 昨晚这个反复影片 说了什么呢 李铁就在预告片 他就在之前的预告片 亦都忏悔 表示后悔没有走正路 昨晚这个专题片播出之后 就更加 听到他 直接讲得详细很多 李铁就说有些事情 觉得在足球圈里面 好像是习以为常 或者理所当然 原来在 现在看回来 是犯法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金元足球 衍生了很多问题 因为金元足球 就是用钱去 买球员 首先就令到本土的球员 就少了机会出场 那你就买一些 国外接近退役的球员 最初 还是超高价去买 就靠那些球员去资产 资产 那后来 一队是这样 大的集团 比如说 最早的大连 曼达集团 就是大连曼达 是吧 很多类似的财团就出来了 很多是跟内房地产关联 财大气粗 大把钱 整个中国的金元足球 就这样砌了出来 砌了出来之后 衍生了很多问题 好了 李铁讲的第一个案例 是什么呢 2015年8月 李铁家文 何北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 现在也是一个出了事的房地产商 华夏幸福 他加入华夏幸福 2015年8月 就剩下 那个赛季 他当时在中甲 华夏幸福在中甲 那个赛季剩下9场比赛 他就排在中甲第六名 他就要 想冲击中超 就要升班 剩下9场比赛 你要上 上去 头3名 升班 他当时是第六位 不容易了 这事实际上 最后可以了 他剩下9场的赛事 远何北华夏幸福集团的董事长 曼京就说 他那场比赛 他就用了1400万行贵 行贵对方的教练 对方的主力球员 还不够 李铁就为了确保胜利 李铁就叫他那个 这个是助理教练 郑斌 郑斌特别去找华夏幸福的主力球员 就是 给了600万 叫做黎菲 那郑斌就说 其实呢 我是想确保 想确保 就是 那个是 赢 所以 花了1400万 都不够 整多600万 Anthony 请问我现在的线路 是否可以 可以吗 有时 扎一下扎一下 现在这一刻可以 OKOK 不好意思 我尽快说 我再收拾一些线 但是暂时 希望可以说 说得完 好了 就是说 1400万加600万 就花了2000万 搞笑地 1400万真的去到对方的教练和球员 另外黎菲呢 那600万 原来他自己吞了 黎菲就说 其实你给了600万我 我告诉你 我会收买其他球员 但是其实我没有收买 因为我计过数 当时 深圳队呢 就是对手是深圳队 就是黎菲就是深圳队的球员 他说根本我们那场比赛 已经是确保了 不用降了 所以我呢 就是 是他自己 独吞了600万 但是这个模式呢 李铁就去了另一队 叫做武汉卓尔 又是打升班战 好 结果李铁就用了类似的方法 又是呢 首先就用了200万 200万 向这个 看看 帮他做过 是 就是他用这个方法 没说多少钱了 总之就去到这个武汉卓尔 就用这个类似方法 令到武汉卓尔 就可以升上中超 好了 当 李铁 帮助华恨福 和武汉卓尔 升上中超之后 好了 接着呢 他就想做国家队 足球主帅 那他首先呢 就用200万 贵赂这个 这个是 陈淑源 就是足球主帅的人 那另外又是 给了100万 足球主帅的秘书 秘书长留役 那希望对方呢 这两位人 重要人物呢 推荐自己进去国家队 做主帅 那结果真是如愿 那李铁确认了 做了主帅之后 跟着他立即走回去 武汉卓尔 就签了一份 6千万金额的合约 就要武汉卓尔给他6千万 那他其实呢 就说呢 这些6千万呢 其实不是他立的 他要疏通 很多人 那另外呢 武汉卓尔呢 因此有四个球员 进了国家队 但其实那四个球员 是不够班的 连武汉卓尔自己都觉得 他是不够班 就是他这四个球员 是不够班 因为武汉卓尔 那一年在中超最后呢 是排了尾尔 你没理由有四个球员 可以进到国家队 那结果国家队 当然是不会有好成绩 那这个就是整个过程呢 就是都是 很震惊 很震惊 整个金元足球是这样的运作 贿赂教练 贿赂球员 贿赂对手 贿赂裁判 金元足球呢 在球员交易方面呢 从中是收佣金 或者是你给了钱 就是有些球员 如果有 通过一个交易当中 是给了好处给教练 之后呢 他就可以有得出场了 如果不是就没得出了 还有呢 是有机会入选国家队 否则就进不了了 哇 原来呢 全部呢 都爆了出来 都挺恐怖 那最后讲一讲啦 现在的金元足球呢 爆破了之后呢 中国国家 中国现在的整个中超呢 就首先 薪金回复正常 压低 超高身的外援球员 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中超 而本土球员呢 开始有机会 有出场机会 那最近呢 孙继凯呢 就弄了个计划 那希望可以为中国足球 带来希望 孙继凯就是前万成的球员 中港国家队的 后卫 那他呢 最近呢 就是中筹了大概300万 那就是一个叫做 海选未来足球计划 他会用 和20个前国家队的球员呢 就会 希望可以用10年时间呢 就去中国不同的地方选择 希望可以培养一帮年轻人呢 就是可以成为呢 将来呢 就是中国足球的接班人 那可以令到呢 好像他们现在 日本足球联赛那样 很多球员呢 走了去欧洲找食 那希望 孙继凯呢 现在就有一个鸿途大计 首先会去大连 新疆贵州延边 等四个几方选择 那希望找到这些人才呢 慢慢培训 给他几十年时间 培养一堆 有潜质的中国球员呢 那希望可以在世界舞台蜡烛那样 那我就 我都很支持 还有呢 不单单是孙继凯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清分呢 做得不错的 15至20岁那班球员呢 出去和 其他国家打呢 都有一切的 15至20岁那班 那希望这班 球员成熟了之后呢 再过多5、6年 这班球员成熟之后呢 中国足球是有希望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